今天的主角是春秋武霸之首的齐桓公 和协助他登上霸主之位的两位大臣 管仲和包书雅 齐桓公是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 江信启士明晓白 第九期说到和妹妹文江通奸的齐桑公是他的哥哥 齐国的始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江子雅 齐桑公晚年时齐国国阵混乱 公子鸠的师父管仲与公子小白的师父包书雅 都预感齐国会发生大乱 就各自保护两位公子到鲁国和举国避难 事情确实如两位师父预料的那样 公元前686年齐桑公到郊外打猎 发现一头野猪 随从说是被他所杀的历尸蓬生 香公怒而射箭 野猪像人一样站起来嚎叫 齐桑公惊恐中遗失了一只鞋子 当晚大将连称发动兵变 香公夺起来 却因被看见一只脚而被连称管制父等人所杀 连称立齐香公的堂弟公孙无知继位 然而到了公元前685年 大臣雍领杀国君无知和大夫连称 齐国君主的位子又空了出来 这时管仲要送公子鞠回国继位 而包淑雅要送公子小白回国继位 春秋时期版本的奔跑把上演了 管仲早先一步带兵堵截在举国到齐国的路上 传说中管仲一建设中小白带钩 小白咬蛇吐血装死 管仲和公子鞠以为公子小白已死 就没有急于赶路 而这时小白已日夜奸臣赶回齐国 登上国君宝座为齐桓公 齐桓公继位后派兵攻打鲁国 鲁国大败 被迫杀死公子鞠交还管仲 齐桓公想立包淑雅为相 但包淑雅一再举荐管仲 对齐桓公说 如果君上想成就天下霸业 那么非管仲不可 大家一定很奇怪 每个人为自己谋类都来不及 为什么自己即将登上高位 却反而推荐他人 这位包淑雅和管仲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管仲年轻时家境贫困 包淑雅却是富家子弟 两人相互往来后 包淑雅发现管仲很有才能 胜过自己 在得知管仲早年丧父 还需奉养母亲后 便和管仲合伙做买卖 本钱大多是包淑雅出 可是到分红的时候 管仲却要多拿 包淑雅手下很不高兴 骂管仲贪婪 包淑雅却解释说 他哪里是贪这几个钱呢 他家生活困难 是我自愿让给他的 还有好几次 管仲帮包淑雅出主意办事 反而把事情办砸了 包淑雅也不生气 还安慰管仲说 事情办不成 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对 而是因为时机不好 你不用介意 管仲还曾经做了三次官 但是每次都被罢免 包淑雅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能 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 管仲曾经带兵打仗 进攻的时候他躲在后面 撤退的时候他却跑在最前面 手下的士兵全都瞧不起他 不愿再跟他去打仗 包淑雅却说 管仲家里有老母亲 他保护自己是为了侍奉母亲 怕死就不会来打仗了 包淑雅替管仲辩护 极力掩盖管仲的缺点 完全是为了爱惜管仲这个人才 管仲听了这些话非常感动 说到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报书也 管仲和包淑雅就这样结成了生死之交 这就是成语管报之交的来历了 是不是你会说给你来一打包淑雅一样的朋友 最终齐桓公答应和管仲谈论霸王之术 据说谈论了三天三夜 大喜过望 唯一以重任 管仲开始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 废除景田制 建立土地税收制度 允许土地买卖 承认土地私有化 建立常备军 他还是古代第一个对邻国发动贸易战的人 鲁国 梁国 楚国和代国都在贸易战中落败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第一人 制定了鼓励营商环境的基本法则 虚车误索 屠夫误入 已来远人 意思就是空车来的和徒步背东西的 都给予免税优惠 这样就能吸引远方的人来做买卖 他还创办了国家的官计制度 因为其国贵主拢聚了大量的女子服侍自己 导致当时社会上男女人数失衡 以此来避免因性资源失衡而造成的社会动乱 也拉动了当时齐国的观光业 很多其他国家的达官贵人都因此前来齐国 古代的妓院还把管仲共分为主师爷和保护神 管仲是当之无愧的华夏第一项 在他和包书牙的协助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首位 登上霸主之位的君主 字幕提供地 易允态